升级后的小家格格 竟在海边对我说了 但我都有些招架不住的话 而此时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养母家的表姐 爱情绝罗小家格格进步眼前里的 来到我家的楼门口 瑟瑟发抖地等着我 小超哥哥你怎么才回来呀 害我等了这么久 冷死我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你也没告诉我你要过来啊 你还好意思说呢 我给你打了几十个电话 你都不理我 我怎么告诉你啊 还不是你非要我一回来就找你去 我这里事情也多 你看我 忙到现在才回来 你也不体谅我一下 看我一副疲惫的神奇 小家心里有些愧疚 对不起嘛 我就是太想你了 你去了这么几天 我天天洗冷水澡 人都要冻傻了 真天天洗冷水澡啊 我不是说了等我回来吗 怎么急成这样了 我不能急吗 快点上楼 冷死了 哎 不是 你等等 先进去再说啊 衣服都给你扯坏了要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手劲儿这么大 去房间吧 这里冷 听话 换个地方 不是 我的姑奶奶你别急 第二天 中午我带你去见我一个姐姐 中午也在她那里吃饭 听到姐姐两个字 小家心中瞬间锦银大作 姐姐 什么姐姐 你不是孤儿院长大吗 怎么会有姐姐呢 我神情自然 丝毫不心虚 这个姐姐相当于资助我的恩人 我能读书完全是靠她帮助 我一直把她当家人的 小家暂时分了一口气 那她确实挺善良的 我买个礼物去见她吧 我以为你不懂这些人情事故呢 我是分人的 她既然是你的家人 我也乐意对她好 我怎么觉得 我离开这段时间 你好像变了仙呢 没有之前那肆意妄为 满嘴歪理的样子了 肆意妄为我承认 满嘴歪理我可不认啊 只是我和你看法不一样 你就觉得我是歪理 这不公平 万一是你错了呢 是 家家说的有道理 我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 这就对了嘛 我还以为你不会哄女孩儿呢 之前一根筋直的跟什么似的 真是要气死人了 那你还不是追我追到淮海来了 我也是有病 虽然气你 又喜欢的要命 一想到你冷着脸的样子 我就受不了 真想不到我会喜欢个 不解风情的木头 那我以后都拢着脸对你 那不行 平时还是对我温柔点 有反差感才更有意思嘛 我失笑摇摇头 真是拿它没有办法 到了中午 这就是小家吧 长得很漂亮 跟明星一样 两人都为双方的颜值所惊议 姐姐好 你长得比明星还漂亮呢 姐姐 第一次见面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刘曼推辞 小家继续送 两人你来我往 我成为个局外人 为我没有想周全 我也该准备一份礼物的 今天这顿饭就是礼物了呀 姐姐下次去A市再请我吃饭 也不迟 好 好 一定 姐姐你拆开看看喜不喜欢 带上试试 虽然是很贵重的金拙子 但游曼还是欣然收响 两人聊天 开始变得其乐融融起来 带游曼出去吼 你说的没错 曼姐确实人很好相处 我还挺喜欢她的 我就说吧 说不定你们俩还能做朋友呢 我这样的人 也只有脾气好的能做朋友 曼姐确实不错 曼姐可不像你 她说话可好听了 我要是个男人 我都会爱上她 你说的对 可惜曼姐现在不想谈恋爱 可惜了 不然让我姑妈介绍几个优质对象 是不成问题的 你可别操心别人的事了 真是越来越像你姑妈了 要不是曼姐是你的家人 我才不操这个心呢 这还是性格乖张的小佳 第一次对我身边的女人这么好 是游曼的温柔打动了她 第二天 我带着小佳来到了海边 佳佳什么时候回A市 明天 这么快 你才来一天呢 后天有个重要的活动 我必须要去 那我明天送你去机场 再过不久我就去A市了 你可别又天天天洗冷水走 那不行 你不来我就天天洗冷水走 看你心不心疼 听话 你一个女孩子总是洗冷水走 对身体多不好 不许胡来 其实洗习惯了就好 我冷着脸不说话了 小佳眼中 立马浮现出几分痴迷的角色 小超哥哥 你这样让我更受不了了 早知道我应该包一个游艇的 这样想做什么都很方便 哎 越想越后悔 游艇还没试过呢 应该也别有一番滋味儿吧 怎么随时随地都能不正经起来 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女孩子 那你现在不就见到了吗 哎 小超哥哥 要不你再骂我一句吧 再凶凶我 这 小佳这批号 也真是让我无语嘛 百依不舍的小佳 送上飞机后 转眼到了周六 是我和孔怀景约好的吃饭日子 我提前到达 在门口等他 不一会儿 他的车出现在饭店门口 他那完全转变风格的打扮 让我惊艳 干嘛 看呆了 姐姐今天太漂亮了 第一次看你这样 我有些吃惊 阿超今天也很帅 和平时穿西装打领带的超总大不相同 我们进去说话吧 外面有些冷 饭店内 之前都没听你说过 你会弹钢琴的事呢 没想到阿超这么厉害 只是爱好而已 也不是什么值得提起的事 你这性子真是 有时候觉得 你真像个可爱的弟弟 有时候又沉稳的不像的学生 哪哪都好 像姐姐这样长得漂亮 人又好 还能力强的 也是哪哪都好啊 比起姐姐来 我也不算什么了 那你怎么不和姐姐谈恋爱啊 姐姐太完美了 我怕自己把握不住 而且 而且什么 上次上热搜的事你也知道 我身边总是有很多女人 我怕姐姐会不喜欢 听了这话 孔怀景反而安慰起我来 你别这样想呀 也不是你自己想这样 生活里 难免会和异性有接触 这很正常 谁能保证 自己身边都是同性 那不是乱了套了吗 而且 我也不是那种 爱吃醋的人 爱 还有一件事 我就要绝试了 以后还不知道 能有几次见面的机会 她失神着没有说话 眼神中有些忧伤之色 你已经想好了吗 什么时候走呢 月底就走 孔怀景眼眶一红 阿超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她此时心里很乱 也不知道 该如何诉说她的心事 我知道 姐姐 你是很好的人 可是我们都有各自的事业 不可能随心所欲 我都明白 曾经我爸爸说过 你并非池中之物 一定会一飞冲天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样快 你这样有出息 我虽然伤心 但是也为你高兴 孔怀景感觉 和我的距离越来越远 她注定将会是我的白月光了 她不想把气氛倒得很伤胆 转移了话题 冰冰上次还在问我 你什么时候去她的演唱会 她可是期待好久了 她的演唱会还有多久 原本前几天就该开了的 只是形成问题推迟了 改成了月底 你离开前应该能赶上 放心吧 我不会缺席的 那我到时候 一定要去给你的捧场 还没在现场听你唱过歌呢 我也很期待 如果有一天 我也去A市发展自己的事业 到那天 你会考虑和我在一起吗 姐姐 我希望你做出的一切选择和决定 是为你自己 而不是因为我 你在淮海拥有了一切 何必因为我缺A市呢 凡事不试试 怎么知道呢 万一我可以呢 更何况我不想就这样放弃 不然我一生都会为此耿耿于怀 为了喜欢地人 总是要付出点什么的 我只想知道 如果我真的可以在A市立足了 你会给我这个机会吗 会 我有些被打动了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从餐厅出来后 孔怀锦也没了和我散步的心思 她现在就要回去做准备 孔怀锦的眼中 似有灼灼火光 为了爱她将付过一切 她的爱一直已经满了 我知道了 你这是怎么了 愁眉苦脸的 你说她们要是没有我 会不会更幸福 我记得尤曼曾经回答过你这个问题 不要妄自菲薄 是你的出现 改变了她们的命运 你让她们变得更积极地面对人生 晚上回到家后 我收到了骆冰青的信息 她从孔怀锦那里得知了 我给她写了演唱会的曲目 歌曲名字想好了吗 我好期待 想好了 叫阿雕 我好期待 我好期待